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哦 哎呀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呢 三姨 你跑哪儿去了吗 我说你 是不是欠负我家苏小了 没没没 我没有啊 不是了 我只是太紧张了 又找不到你有点欢而已 真的吗 真的没什么事吗 不知道能否有幸 邀请你签约我们的公司呢 那就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苏小 博客是非常有诚意的 能让我考虑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是我的名片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不好 喂 你身为我的助理 全然敢不接我的电话 行 不接是吧 下次我会在合约里边加上 马上接电话接条 啊 啊 算了吧 这次我先原谅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也疼 差点忘了证实 你好像杀青了吧 嗯 那个 你还挺努力的 嗯 睡个好觉 晚安 晚安 什么时候被拍的 有种不好的预感 喂 喂 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我 我 我什么我 要是被媒体 写出奇怪的事情来 你要怎么解决 啊 那是人家公司的宴会啊 Sandy也在 有什么奇怪的 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不是 你说你舞跳得那么差 啊 被拍到报道出来 那会影响以后的工作呢 啊 我明明跳得很好 啊 是吗 不信的话 我跳给你看看 那你跳啊 那么萧先生 我有这个荣幸 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哦 我很乐意 请吧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跳得很一般嘛 啊 把背挺直 我挺得很直了好吗 比猫又还直呢 注意重心 小心点儿 别踩到我的脚啊 真够烦的 跟上节奏 但是 怎么说呢 感觉心情好放松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呃 呃 那个 跳得还是不错的 那个 我明天还要早起 呃 是 晚安 晚安 没想到 还真来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是死了你会恨我吗 我已经在恨你了 嗯 卡 好极了 你是说和李希未跳舞那件事吧 苏小跟我说了 我担心会被媒体阶梯发挥 对的影响不好 怎么办 需要我出手吗 不用 发出来的东西 被撤掉的话 只会引人注意 只要马上 能爆出一个更大的热点出来 自然就不会有人关注之前的消息了 嘿 秀 下一场要开拍了 我挂了啊 又在开手机啊 你最近经常开手机 难道是交了你朋友 不是 我六岁的女儿可是跟我说了 将来要做你的妻子 不要随便搞绯闻嘛 你在说什么呢 快点过来吧 那边着急催我们了 哎 等一下 嗯 过来咱们俩喝张影怎么样 怎么了 突然这么肉麻 服务粉丝也是工作之一嘛 之后 我也会跟你的经纪人打招呼的 那这样的话 你也要给我女儿拍一张 嗯 真是的 为了你这只猫 不容易猛我 像是吃了碳水花和零毒可乐病 在十厘米的窗点上 刷新着手机讯息 那一只用蓝的猫蜜 转属一个你 为什么还没回讯息 剩一个大蜡条 我的脚步轻敲 十二天的难挂着 再缺一点点倒 让我 像精彩 你的 温热的怀抱 就好 因为我的心跳 已经 拉上了婚礼的心包 我 喜欢你 我 喜欢你